一邊敲鍵盤一邊講電話 貨運公司社長忙得不可開銷 拿出排班表密密麻麻 寫著每天駕駛員的行程 日本2024問題 讓貨運物流業面臨勞動改革轉捩點 日本勞動法規新制在4月份上路後 更加限縮了加班時數 而物流業就是受到最大衝擊的產業之一 人權費上升 最初從這裡運送的荷物 原本駕駛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工作 在加班時數受限下得交由更多人分擔 根據統計2023年度道路運輸業破產建數 比前一年多出三成 人力成本上漲 都想要放棄 業者提前兩年開始增加人力調整貨運路線 來因應新法規 也期盼能改變消費者習慣 對第一線駕駛來說能兼顧工作 家庭與健康當然樂觀其成 只是當下仍存在課題有待解決 在全球勞動改革浪潮在全球勞動改革浪潮下如何給員工更好的工作環境同時維持營運 日本物流業界正在摸索平衡 環宇新聞十四號日本山里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1、1、2、2、3、3、3、4、160、6、18、6、7、4、